全门区一向被视为上车天堂,区内楼价回软,叫价400万元或以下单位慢慢增加,由去年中最少的66个,急升50%至今年初的100个,为赤价下跌10%至15%后横行整固。 主因美国无限量宽令不少业主企硬,加上新一批白居易买家入市,冲淡影响,该区代理预测后市或会回稳甚或出现上升。 全门地胆长益营业董事胡志伟表示,全门区楼价由去年中至今以下跌约10%至15%。 他举例,全门绍牵院最近录得一宗成交,位于座中层18室,面积376方尺,以368万元成交。 翻查记录,去年6月,屋苑座中层8室同类型单位,成交价高达433万元。 换言之,屋苑楼价于不足一年内大幅下跌15%,虽然区内楼价回落,但同期亦有不少政策利好及需求出现,如新一批白居易买家及换楼客投入市场,成为买楼生力军。 其中单计白居易估计已占同期买家三成。与此同时,美国近期连串减息,无限量化宽松,翘衣,等刺激政策,令市场憧憬砖头升值。 胡志偉原本预测今年屯門区楼价或下跌5%,现在预料跌幅或会收窄,甚至可能会略有升幅。 胡志偉认为,今年市况波动,主要受影响人士属于服务业,零售业,酒店业,餐饮业等,但部分职业人士所受到冲击较少,例如金融业,公务员等等,因此市场上分成两种看法。 有部分业主看淡的同时,也有一批用家趁跌市买楼,冲淡疫情对该区楼市之影响。 他指,单计3月截至24日的成交量,按月以上升27%,相比1月疫情恶化前亦多11%,事实上,受到美国量欢影响,持货能力较强的业主现时通通转为观望。 部分选择封盘或企硬叫价,加上需求增加,一定程度减慢楼价下跌速度,导致该区上车盘源未有大幅飙升,以400万元以下上车盘为例。 数据上可见,虽然这类盘源由去年修例风波恶化前的66个,升至今年1月的100个,升幅50%,但直至3月24日亦维持约98个。 其中,施宅大多集中于智洛三宝曼宝大厦,利宝大厦及丽宝大厦,或景峰一带单栋楼盘。 他举例,该行最近半个月内促成一中三连环交易,一定程度反映部分买卖双方的心态。 首先成交单位为屯门海丽花园一座低层G室,面积412方尺。 原业主2月以530万元放售。 见疫情严峻,叫价想愿意作出让步。 3月中获一名上车客以价后以505万元成交。 减价25万元或近百分之五,减幅算轻微,折合尺价12257元。 上述售出单位之业主,之后火速拍板买入轮近的半新盘封年一个两房单位作换楼之用。 单位位于一座高层衣室,面积562方尺,成交价728万元,尺价12954元。 而该单位2月放盘时叫价750万元。 今次成交减价22万元或百分之三,故事仍未完结。 上述封年单位本身出租,该名租客一直有置业打算。 今次单位被换楼客扣入,加上有见市道转差。 于是加快买楼决定。 于单位成交后的翌日即买入旁边的宝宜花园三座低层机室。 单位面积480方尺,成交价498万元。 教业主去年10月叫价550万元低百分之9.5。 教业主书480方尺,成交价550万元。